大家好,欢迎您收看8月28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关心花里县长许正蔚 重视排水系统和道路景观优化 在建设处长邓子余陪同之下 县地会刊了解中原排水互按改善工程办理情形 而这一项工程不仅是能有效提升排水防护功能 乡亲还可以利用早晚时光 在提顶步道上散步运动 享受优化后的河岸美景 中原排水沟1K加252K 1K加432互按改善工程 3月5号开工并且在8月2号竣工 这次工程内容包含有人行步道 货面的改善 新设护按及人行步道 设置一处生物通道以及仿木栏杆的设置 还有排水沟以及集水井设施 确保区域排水系统的前面提升 现在许正位会看的时候 不仅要求相关单位务必做好 保护护岸的高度以及结构符合防护的标准 运渐经费 办理老旧护按改善工程 同时也将护按提规划为步道 并且完成上游以及下游的提案步道 让两岸连接承缓 形成一个适合相亲散步 以及运动的循环路线 记得永远倡进行下游的赚 集团